纽约时间,纽约时间 美国10月16号 我这老是把时间搞错 那我谁搞错 10月16号 文贵在这里向战友们报平安直播 这个战友们好 这几天呢 咱们这个都很关注的事情 大连给文贵一个创造了 这个 本来我说这个写错了 迪斯尼,人家这完全是不对的 完全是不对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被罚款130亿美元 那么这几天啊 全世界的我的朋友 还有各种媒体联络我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主要是说这个郭先生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太疯狂了 太疯狂 香港的、台湾的、国内的、日本的 哎呀我这满脸都是油 这个 罚款还罚的少还是 罚多了就没有了 加个人得了1300亿美元 所以呢都说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太荒唐了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情 那么我的回答呢 非常简单 我说你看一看我们的案子从成立到现在 刘延平的到美国 孙林军的到美国 从发红通 断播 抓捕 审判 再审判 再抓捕 抓了放 放了抓 再判 取消 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 它最简单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这个国家是黑社会 在统治着 不是一个党 或者一个政府在统治着 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以黑治国 在郭文贵这里 找到了最好的答案 最好的政绩 是一个最好的样板 那么很多人啊 这一点都知道 但也都想知道详情 那么我在这里呢 一 我没办法全部回答 我在这里给大家先预告一下 我们正在准备 就大连 这个审判 一罚这个北京政权公司 130亿美元的事情 我们正在准备 我们就此会有专门的一次的 这个视频 因为呀 这个 我看到这个判决书以后啊 我自己都糊涂了 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 这人很多我也不认识 连时间和金额我都不知道 就是大连公安 大连公安 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两三个月 就把一个案子 从头到尾捋清楚了 所有被关 所有的证人都是被关押状态 在大连法院审判期间发生的事情 那就太笑话了 笑话到了几点了 这个有律师在现场的录音给我发出来 这个威胁这个我们的高管 旁边有人给偷偷的录了音 录音就那专案主 还有大连法院怎么威胁 现场是一塌糊涂 大家全傻了 600亿全傻了 人家这原来商量好的剧都不唱了 版本不唱了 拒绝了 不唱了 咋办 赶快停 停录像机 商量条件 威胁 你不行 把你妈抓来 不行 把你女儿抓来 最后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下 然后呢 没办法哭哭啼啼 再回来再重新录像 就这么开的庭 那里边背后的故事多了去了 我知道的肯定是一少部分 但是我知道的已经把我给吓白死了 我知道他们以黑制活也没那么黑呀 这也太黑了吧 所以就这个问题 我给所有的战友们说 等等 等等 毕竟这个政权已经上述了 等上述期过完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进入公司进行破产重组 破产重组 大连法院 大连公安 你不去重组政权攀骨 你祖宗八辈都是驴套的 记住着我说的话 你要不去重组 你祖宗八辈都是驴那个癌子的 你们一定要去重组去 你要不重组你们就不叫大连法院 不叫大连国 不叫大连政法委 中国政法委 中国政法委 这个大连专业主的人和大连法院的人都说这是政法委的指示 政法委你不把这个盘古政权给重组了 民主给重组了 你们就不叫政法委 你们都是驴的后代 骡子的后代 你们一定要去 你不去 你们就是完全对不起 你们这个 自己现在把握那么大的权力 你不去多丢人啊 多丢面子 是不是 一个小小的龟文贵 一个小小的政权攀骨 民主方正 你干嘛不去啊 一定要去 我就等着你行动 我等着你上述期过完 然后呢你们就开始执行破产重组 我在出手 就这个案子事情我在出手 亲爱的战友们啊 其他的事儿不受影响 我已经说过了 在案前啊 这个多个渠道 想与我沟通 我都拒绝了 不可能 我不会做这个交易的 那么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好的事情 你们在恰当的时间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我可以说 这是过去两年来 这是共产党 中国政法委刀割的集团 送给我们爆料革命 给文贵最大的礼物 最大的礼物 这个礼物有多大 咱慢慢看 别着急 别着急 就在我直播的地方 就在我屁股蝶这个椅子 曾经就是 安全部的党委书记刘延平先生 对面就是他的秘书 还有这个国际情报局 间谍局 美女 都就坐在这个屋里面 创造了美中历史上 最大的中共官员到美国非法执法 在机场被抓 后来发生的事 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不着急 另外一个我想给我的员工啊 因为我现在我为了不牵连我的员工 我跟他们都不联系 我过两天我会专门在上述期过以后 我专门有一个讲话 不是讲一个战友的 你们也不用看 我是讲给我们公司的同事 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的 名字我都想好了 在之前我就说过 我就等了大连审判完再说 就是我给这个盘古政权 预达公司们讲讲我的心里话 有这么一个节目 第一个讲讲大连审判的背后故事 和真实的背景 还有他们是如何造假 如何违法 第二个就是我要给 所有的这几个公司的员工们 和合作伙伴们讲讲心里话 这第二个节目 第三个节目 我正在准备中 那就是真正的大连审判 大连专案主 他背后的指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来我们得讲讲这个政法委了 得讲讲这个中纪委了 不讲讲不行了 他们以为这郭文贵没料 你整不着我 跟孟建柱当年一样 王岐山 能咋的 能咋的 就像这专案主 给我们这同事员工 给我们律师说 你们郭文贵在外面真的啥用啊 那爆料 盯个屁用啊 屁用不盯 还有一个 我们早晚一天都把它收拾了 看看杀掉怎么杀人了嘛 那才是我们的方式 给他留着脸呢 直接给肢解了 然后把事情运回来 我们弄得比较含蓄 在这个法国 把王剑那个自杀 拍照死 我们讲艺术 但是郭文贵只有俩选择 要么你当王剑 要么你就当沙特杀的这个 这个这个家伙 给你支起了 我突然想起啊 当年 刘延平同志 哎呀 跟我沟通的时候 说文贵啊 你如果经济有困难 家人有困难 或者需要这个国家帮助 你在纽约 在伦敦大使馆 你一句话 随时去啊 那里边的功能 你随便用 你要用个几百万现金 一句话啊 我现在明白了 这刘延平啊 就是往那个大使馆 领事馆 给骗进去 然后就变成了 就他们今天所说的 变成杀的 杀的这个人 直接给你支解 弄走 我估计 当时就这么想的 当时就这么想的 哎想想铁身的话 你说肢解是不是挺疼的呀 砍得胳膊头腿 好多片 你说啊 你说挺疼的啊 哎呀 然后大连专案主 还有北京专案主 这些人 你说嚣张到什么程度啊 对我们的公司里边 原来我说过 十块钱都要管 竟然是头两天 跑到我们公司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这是昨天我才知道 没人告诉我 我们的律师 还有其他人告诉我 说这个 头两天抓住去了 对我们原来被判的高管 现在都放出来了 都三年到期了 释放了 这又重判了 判三缓四了 判二缓三了啊 这些人 我们公司一直发的工资 车辆交通没有变过 这些人 只要我没有饭吃 永远会养着他们 因为他们是因为我 因为公司被陷害的 可是 中二主去了 必须要求把这些工资给停了 那我们公司的高管说 你有凭啥有啥权力 让我们企业 停发我们员工的工资啊 他们让你们 我平安过 抓起来几年 判了刑 有的老公离婚了 有的老婆 当时抓怀着孕 回来孩子都大了 回来都是半神经病了 一头白发全身是病 被他妈都打了个半死 虐了个半死 其中有一个员工 在里面被一个女警察 骑在身上 夹着脖子说要夹死她 你说这个女警察要脸不要脸 不知道怎么看了西特勒电影 电影里有这么个镜头 女警察 这个这个女拿税分子 假死这个犹太的一个老师的这个镜头 他学了 他使劲儿假 这人现在回来 就是整个人半疯了 从来没改进入公司门 这些人你说 没让他有 再不让他有工资 你再把工资给他停 你不逼死他吗 你不是逼死他吗 所以说这些专案主的人 你说他这些流氓到了什么程度 你们这帮畜生 你们这帮畜生 你们就不是爹妈生的吗 你就不是人造出来的吗 他们跟你什么仇 跟你什么样的恨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和法律 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们天天到盘古政权上班去 流氓哼哼的 晃着膀子 卖着拔子布在公司走 全世界有这样的黑社会吗 黑社会也不会这样啊 专案主 就带着专案主撒名 也不穿你那个虎皮 你就跑到公司里面耀武扬威 你就不怕招雷批了吗 你说这员工怎么招你惹你了 被你们怎么弄起来的 这几年 人家回来了公司发工资 有饭吃别饿死 你们要听发工资 我听了我真的很生气 你们这些作为只能加剧和加速郭文贵对你们的打击 你们别给我吹牛逼吹傻 哎呦郭文贵那怎么着 哎呦 张扬怎么着 张扬怎么了 全家不被灭了吗 张扬是谁先报出来的 房文贵怎么样 周永康又怎么样 我都不说许才说又能怎么样 你们那李东升公安副部长莫红伟又怎么样 你算个屁呀 你这几个小烂仔呀 你算啥 在这个杀热机器里边你屁都不算 要武扬威的你 苟杖人士 你跑那块去 嚣张至极 你造假造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战友们 就是这些专案主打着习近平的名义 王岐山肯定不是打别是真的 说这是习近平的指令 这是中央政法的名义 现在郭升坤了 赵乐际俩人研究了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些人想干嘛 这些人被抓 这些人和被害 你们想想他们是因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犯过罪的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危害过社会 全都是真真正正的 老老实实的 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 为了这个社会国家 哪像你们这帮人呢 偷鸡摸狗坑门拐骗 烧杀抢掠 所以战友们 这个为什么说 这个盗国贼的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 以贪反贪 以假治国的恐怖 和恐惧呢 竟然让我们原本工资给停了 耀武扬威 然后挨个威胁 私下里开始谈 信不信啊 过去我们还有点机会 现在我们没什么机会 分分钟让你消失 而且竟说啥话 我告诉你 我让你们郭老板 马上认识到你背叛的公司 我让你老公知道你有男朋友 有的跟你男的说 我让你老婆知道你有女情人 竟然有人说 有着这个专案主说的 荒唐什么程度 我可以把你家人 你姐姐 你姐夫的婚姻 都给你灭了 这是哪是黑社会 能干得了的事啊 战友们 你去想想哪是黑社会 黑社会干这事吗 把一个我嫂子的 这个姐姐家的 女儿的 谈恋爱的 爸爸妈妈都给鞭空 你说说 这个人类上荒唐到最 荒唐的程度的 就是 这个共产党CCP了 就是这个CCP了 那么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个包括这个审判 哎呦 这个判决书 荒唐到程度 有些律师 有些反而看出来 简直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国内律师 香港律师 国外律师 不可思议 那我们的基金里边 那看完了都蒙了 全都蒙了 我问这些基金 你们还投不投资香港和中国了 我说要解决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这之前我就说过 基金要介绍 你们千万不要介绍 现在我说你们也不要介绍 你等他 一定把他的所有的 什么专案主 什么去执行的 什么去进行的 开始的时候你们再介绍 那时候我光贵我控制不了了 你们就可以介绍 这场上天送给我们的最大礼物的审判 会成为史无前例的 中国依法治国的好样板 会成为历史上怎么看待共产党 怎么看待现在的政府 怎么看待王岐山 孟建柱 傅政华 孙力军 这些流氓们 这些所谓打的司法家族的 黑社会家族们 江家 朱家 王家 你看看这人 整个是最好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 所有的律师看完全傻眼了 我要在这说句 最不该说的话 但我又必须说的话 从个人角度 我期盼着今天的到来 为什么 大家想想 我能把韩古政权 民族方正 能拿出来一分钱吗 他这么做了 会把更多的基金和朋友 跟我团结在一起 让西方人更加会看到 到底郭文贵遇到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都不用解释了 130亿美元的惩罚 在2到4个月内 全部完成 然后你看刑事判决书 他想改都改不了了 刑事判决书 所有都采用了条款 大家看完全是闪了 我这是最近两年来 翻译最快的一个司法文件 当这个司法文件 别人翻译快 给我看 我说我都没有 我说我只有五六张 你们竟然有五十多页 太好了 给我一份吧 他们都翻译完了 挨个给我核对 我就点了几个问题 时间点 数额 当事人 外国人就全明白了 我说你看看 这个事是什么事情发生的 这个事是什么事情发生的 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他能不能干这事 还有这个数额 到底市场什么价格怎么回事 然后我再说 所有这人 你看看 有一个人 是在自由状态吗 任何一个国家法律 当当事人 证人 证词 这些东西 都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 说做了证 那就完全 就叫刑事逼宫 这完全都不成立 不予承认 所以说 这倒帮了我 因为最近时间 我们有好几个官司 我要拿出两个证据来 第一个 你告诉这些人 诽谤 要请包括那个 Rodger Stone 要一亿美元 还有什么 袁简笔啊 趁菊啊 还有什么 这个国博生啊 夏业亮啊 这些人 那钱 咋证明你这个损失 跟你有关系呢 行了 大连法院来了 明条写上 这个郭文贵 作为实际控制人 我想不成的不是 法院我根本不是实际控制人 但是判决书上写的实际控制人 我说你看 有了 法官说这个接受 这个接受 我损失那么大 130亿美元 我让他们赔100万美元 赔1亿美元 500万美元 那不太正常了吗 这个好 这个好 所以说这不都对上了吗 都对上了吗 另外一个 好在哪了 我现在要做几个担保 过两天我们在香港做点事嘛 港币生意嘛 个人担保 他说你这担保太大了 这家伙十几个零太大了 现在 我说你看看 你要说我没钱不行 光一个政权 民主就罚了我 13个Billion 130亿美元 那你说我海外这个 我说我执这个 27个Billion 那你咋说 你不能承认 哎 说这事真有帮助 真有帮助 啊 对我下一步做的生意 还有帮助 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事情 西方政府 怎么看待我们爆料革命 这个事情不用 再说太多了 大家所有的关注点 就在这一个案子上 对我所有过去的爆料和说法 都有了一个最好的总统 最好的总统 最好的总统 另外一个 我说到这儿啊 关于案子的事情 咱们等等 他们把这个上述期 它就走完 专案主说了 上述期咋的 上述期不就是10天吗 完了以后马上成为专案主 直接进入破产 清算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想抢你家东西的时候 那叫何患无辞 欲加之罪 是吧 那么这事咱们慢慢说 等他们走完 另外给我说个小事 最近网络上吵得好多的 我带着这个勋章 我带着这个勋章 我想亲爱的战友们说啊 记住文贵曾经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我一再说过 文贵不加入任何组织 不加入任何帮派 也不会成立任何组织 任何党任何帮派 我这一辈子不会做政治 我对政治更不介意 没有兴趣 这个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讲的事 这绝对是 就是人家这个单位给我的 但我绝对没加入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给我的 我绝对没加入单位 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我告诉大家的事情 谁有种 你要说你能带 我看到有人说 能买了 那你带出去 你有种在大街上 你敢走上十分钟 你拍下来 你有种你试试 你试试 你看看你会什么要代价 第三个亲爱的战友们 不要把这事当成主题来谈 不要转移任何话题 我们现在爆料的关注什么 关注的现在是 港币人民币国内经济 关注孟宏伟 他怎么回国的 怎么消失的 和孟宏伟相关的信息和爆料 关注王健的死的死因 其他都别上当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毛个椅 退休的政法委书记 说从这次郭文贵事前看到了 多年来在海外布置的 沉默的力量 还是管用的 我们花了点小钱 给了一些耐心 今天发挥作用了 这话说的好啊 就花了点小钱 给了点狗粮 现在沉默的力量管用 你看看 大家去看看 喊了几十年反共的人 现在不提孟宏伟的事 我们关注的是 孟宏伟是官员的身份 他给很多人发了红通 他代表了共产党在海外的筷子手 啥叫国际行政组织 他就是筷子手啊 杀过谁 非法的发过谁的红通 在西方做过什么样的司法陷害 司法贿赂 这对这个我们要求的喜马拉雅和中国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公平是多有意义啊 不要 管这个孟建柱先生 孟宏伟她太太的这个高女士的身份和她干啥 你说这不要脸的这些海外伪民运的这欺民贼 这位女士她是她有啥她是谁 那依法去审依法去办 你们不是追求的就是西方法律吗 那叫无罪推理 人家想你没说人家犯罪呢 你没定人犯罪 你逮着个弱小子去欺负 我现在那个强奸论已经是在西方世界已经都流行了 我说这些欺民贼们 你们要想想 有人去强奸你们的家人 旁边跟那个小孩 你不敢对付那个强奸犯 你去打那个孩子去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你孟宏伟是个强奸犯 你应该就恨孟宏伟去 你说你跟他在一起的 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的女人 招你惹你了 她又没招你什么事情 她也没发动八九六四 她也没给你发红通 她也没搞司法宣派 她也不代表CCB在海外的筷子手 你对人家来什么劲啊 这不要脸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看这些欺民贼们 遭人恨到什么程度 欺软的怕硬的 欺负女的怕男的 欺负小的怕大的 这跟那个你看看那个成建 还有中国的警察 打人抓人 打女人打孩子 你真看到那个黑道人都不敢打 这些伟民员 郭宝胜 夏业良 这个袁建斌 陈军 梁冠 吴征 吴征 这个吴征这个烂人 还有这杨澜 这都是一号人物 你看那个郭宝胜这个畜生 你有女儿啊 你有俩女儿的 哪天这事轮到你女儿身上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去都问 这个郭宝胜女儿是什么回事啊 郭宝胜不说 就说你女儿 你什么感受 所以说这些人太坏了 哎 最近我们的官司 有个啥变化 好几个人 我们原来告他们的时候 都不道庭 不愿意花律师费 不愿意不愿意花啊 马上这个做了就是 这个缺席审判了 结果突然间 都是不于耳同的 都来到法院了 哎呦你看看 梁冠军来了 我一年啊 我只有两个月待在美国 我大都在中国 跟不着他告我 然后陈军也来了 找了个法兰胜的律师 哎呦我根本没有收到这个传令啊 然后呢 我现在我要应塑 梁冠军要应塑 他要应塑 然后呢 这个 呃 什么那个女的叫什么王啊 我叫什么王啊 找不着 跑 躲 然后袁建兵也要应塑了 所有的人同一时间回来应塑 这都是有人付钱了呗 有人付钱了啊 这是一个 再一个你看那个吴征 吴征 吴征啊 Bernard Wu 律师叫Robert 在华盛顿有个律师 屋说 还有这个瑞玛 强奸案 马蕊 还有一个 财新 那个那个 财新的胡舒立 还有一家是谁的啊 全部这案 哎呀 博训 韦石 韦石 一个律师 一个律师 你这个王八蛋 这都是吴征付钱的 全是吴征付钱的啊 然后 一个律师的事务所 一个律师 你看他们这个路子啊 一个律师是吴征 伯逊 马蕊 前年 然后那些东可味 开文董 开文董 那九家官司 胡舒立 一个 一帮人 然后涉及这人原来全都不接案子 全都不接 然后现在全都要接 有人付钱了吧 另外一个 专人主 现在就说 郭文贵 只要把他钱打掉 他全都完 这个逻辑 就是他永远的路 把钱打掉 他就全完 所以 所有的资产都给你封完 一分钱 哎 每星期来一次到两次 专人人来 大领导 十块钱 我也发现你们 不清楚 我就把你们给抓了 把你们家人给抓了 然后 在香港 封你自来 现在香港到处捣乱 然后到处去造谣 这就是盗国贼一贯的逻辑 把海面 海外的 沉默的力量 就是这些 打造民运的幌子的人 作为沉默力量 来阐述 然后最近 集体的行动 就是浪费你的事 第二波又来了 让你应速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力 然后啪 就王岐山说那个 我就不相信你郭文贵扛得住 啪 就下来了 再一次的 司法诉讼 资产查封 然后再次造谣 然后 现在让你郭文贵 再次遭受一种 心理上的 经济上的 再次的挑战 为了什么呀 不要讲 王健之死 不要开记者发布会 他们太恐惧这件事了 大家记住沙特这个 你看这事 他可能会平息下来 但最终对他的伤害 是巨大的 我跟他都很好 我跟他们也有合作 但是这绝对不可接受的 这个事太大了 王健的事情绝对是天大的事 绝对是天大的事 所以说他们绝对不允许 这事发生 这是他的核心目的 再说接下来 他们知道我会抱什么 千万别再开口子 第三个 千万别跟美国走上 他最害怕的条路 这就是他三个害怕 这就是三个恐惧 你们那些怕的事情 你怕啥我知道 我怕啥你真不知道